現在做傳統家具修好的師父是越來越少 保存的技術面臨失團的危機 因此關乎經過文化祝散心意要 將傳統插頭家具修好的技術 並入爲爛道觀的文化祝散 修好師父丟春林向你更衷 希望這次協助這項技術的保存和團行 作文 把他拉起來 拉起來 就是把他整理 修好到各種工具的活化應用 特別上海擦台的進行之下 中春林幫完本法村的傳統家具 大大做到修補 在這修補的規定 為了跟家具製作的機會和理屬背景 擦台的在一起 人要拼圖修補和中心製作這麼頂頂 沒有這麼好的工夫在家拍完成進步 這個現在沒辦法生產 這個是現在我比較沒辦法課 我就喜歡這種習慕 就是有時候看到這種東西就不喜歡 就把它重新生活化 生活名學 我們重新利用在生活上 比手工製作的傳統家具來競選 中春林維樂家具買賣 才開始由修補的工夫 已經有30萬年的經驗 修補的家具 雷姐已經有送親家 協助會賣到原本的名牌以外 也堅持就當案來記錄保存 這個是衣櫃 做二櫃一樣 還沒修之前你看都很糟喔 你們都看到都是完整的 我們已經快完成了 因為每次修好看到客人 覺得很高興 所以就是往這一個 盡量把歷史的東西 把它重新再還原 然後顧客看到這個東西 蠻高興的啦 因為他們會追起他們以前的記憶 跟祖先然後是家族的記憶 為了說不得好這項技術來試團 關乎經過的文化祖散 頂度的頂數 和傳統加規修後 在未到任何文化祖散 保存的技術 中春林 還有李建中老師 這是技術的保存者 平常都有收集相關的這些材料 那所以遇到如果有相關的這些 這個木座的傢俱有損壞 需要修復的時候 他們可以進行處理跟協助 哪怕說一個桌子的那個桌角 不小心碰壞了 那他仍然也有那個材料 去把它進行修補 修補完之後他們再進行染色 跟原來幾乎完全看不出來 觀眾表示 過去傳統加規修 違法到老一輩驚過到很長的歲月 雖然說對著時代環境的改變 加規修装不一樣的財務 不過對這些老加規 要是存在到疊屬的感情 也希望透過文化祖散的頂數 可以讓少年一輩有機會來接受 做到更好的團形 其實明明先差不多